最新的消息台北捷运文湖线传出列车随车人员被打的消息 装有系统设备钥匙的随身工具包呢 还被这个男的给抢走 不过这男的一次是不满随车人员阻止他在车子里面饮食 竟然出手打人 捷运里面本来就不能够饮食啊 他甚至还把系统设备的钥匙给抢走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穿着白色上衣卡起短裤的男子准备去搭捷运 走进去时身上什么也没带 只是当他在出战时身上却多了个黑色鞋背包 因为他刚刚和战务人员打了一架 还抢走捷运站人员的随身工具包 在19号那天我们的随车人员在劝导一位旅客 他违规饮食 那也就造成了就是说 那个旅客突然的攻击我们的随车人员 然后也抢夺了我们的随车人员的工具包 被男子抢走的工具包里面 除了一般的维修工具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把系统设备钥匙 捷运公司内部透露 有了这把钥匙 可能可以操控无人驾驶的文湖线列车 因为文湖线是属于自动驾驶 而且是中央控制的自动驾驶的列车系统 所有的动作 随车人员的任何的动作 都必须要透过行控中心的授权 它跟我们一般在开车的状况不一样 并不是你拿了那个钥匙 你就可以开车 捷运站人员现在各个提高警戒 加强注意列车运作情况 警方也呼吁这名男子 尽快归还工具包 主动投案 这天新闻刘世伟台北报道 前几天呢 这个不是在报道 8月初同小姐搭乘了复兴航空 扳机到金门 结果登机后发现座椅 把手裂开 牛仔裤被割破 手肘受伤 结果后来是复兴航空不是认为说 你这个牛仔裤破洞 可能是加工的 所以还要反而对她提出告诉 那么经过几天这位小姐出面反